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分享煮食的 今天会做一个汤 这个汤用了几种菇 这种是基虫蛹 它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羊肚菌 它也是有抗皮炉 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还有这个是喉头菇 它对胃很好 这个汤现在的春天比较容易累 疾病流行 都是非常适合饮用的 还有些莲子 我会用竹丝鸡 如果怕肥的话可以用瘦肉 也没问题的 我加些瑶柱 还有些蜜棗 瑶柱洗净 用水浸软 莲子又浸软 它有一条心比较苦 就要把它撕掉 这个基虫蛹 也要把它洗净 然后浸软 水就可以要回 羊肚菌 它有些孔孔 可能有些灰尘 沙 洗多两次 就可以把它洗净 然后用四五十度的水浸软 这样就可以散发羊肚菌的香味 这个猴头菇 也要把它浸软 你看这水是有些黄的 一定要把它洗多两次 洗到水清 这样就没有苦洁味 如果不是 会有那种洁味 现在经过一轮的清洗 水已经很清 就可以把它撕开 把水拿干 鸡把它洗干净 然后配除毛仔和内脏 就可以把它斩碎了 头尾就不要了 这些气管 脂肪 这些脂肪 也不要了 最重要是清理干净肺肺 把鸡肉搅拌一下 放入水 少許酒 讓血水和濕氣都滾出來 滾了浮沫就可以撈起 沖洗乾淨 材料都處理好了 放在燉中 蓮子會放在下面 加入雞蟲蓉 羊肚菌 蝦頭菇 蜜蘿蜜 加入幾片薑 加入雞 水 加入凍滾水 加入凍滾水 燉湯可以浸過材料 因為很少會熬乾 加入瑤柱 蓋上蓋子 現在的智能鍋都很方便 按隔水燉 兩個小時 可以慢慢燉 可以做其他事情 現在先燉一下 燉好再拍給大家看 去完街上 這個湯就燉好了 一打開 一打開就已經聞到很香的菇菌味了 加少許鹽調味 就可以喝了 好 現在放進去 看看湯已經燉得很漂亮 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用雞蟲蓉 羊肚菌 和喉頭菇 蝦的雞湯 抗疲勞 增強抵抗力的功效 喜歡的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